不不法原谅这两个人 我永远没有办法原谅她 我要怎样替我女儿讨够张 名义李雨清日前遭我们踢爆 和网红营养师陈曼玲外孕十年 当时李雨清发出道歉声明 在大众面前详述太太病情 还说花了好几百万帮太太治疗 营造好老公形象 不过贴为医书立刻被岳母打脸 像妈妈在二女儿的陪伴下 把和李雨清的对话音档 丰足于世 连结就还没上来 我只剩这里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房子你不会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 所以打算是 子弟的一半是房子你缺氧 我缺氧 所以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收拾 我一直都没有参战 宽外情被揭发后 李雨清早上岳父母解释 希望对方能跟他站在一起 出面澄清 但眼界越加不接受 他居然要争夺太太留下的遗产 更扯的还在后头 我爸那时候跟我讲 你要嘛就离婚 要嘛就是我们客家人可以接受 你在这样努力 我问应付他 我刚好整理了解他对我有好感 我就把他带回家 跟我爸说我可以等问你 我另外有教让我陪你 李雨清自爆爸爸要他向外发展 更把外遇原因推给父母的催生压力 肖家人还提到 李雨清说给太太很优渥生活 太太生病时更是花了数百万 但实际却是 目前有很高额的保险 他有保医疗险 公教人员有光保 那像比如他这个电子额 有社会补助 我每次都陪着他到处申请补助 他可以让你给他四万块 他那里面有 大概三万四 然后什么水电瓦斯大概三千块 那一般的那个什么管理费 所以那么就是日常的开销加起来 我姐姐是要自己再付 大概一万块左右 李雨清不断宣称外遇是在十年前 但CIO家人说是延续到现在 心疼姐姐之外 妹妹还痛批李雨清对陈曼玲 也对原配好 不知道是生日还是纪念日 李先生送他一支施华洛士奇的笔 几千块吧 然后马上讲了一句 可不可以不要POFB 为什么 因为这个笔物太小了 他觉得被我姐FBPO出来很丢脸 我姐就在底下讲说 对啦施华洛士奇的笔 比不上小三拿的LB 我觉得不容易 我会把你这个 这一支一层胆皮给撕下来 想说我替我女友讨公道 怎么办 怎么办 每次她又抱怀 把我女友整个病情这样讲的巨蜜蜜 我就想说你还是不是人 小妈妈在镜头前心力交错 希望两元能出面公开道歉 一位僧女在天之灵 你继续啦 好 我们先来吧